小刚 你难道就打算一直和二龙这样下去吗 我不知道 你一句不知道 二龙整整等了你二十年 人生就有几个二十年可等 虽然你是我兄弟 可我现在真想抽你 其实连我自己都想抽自己 这都是我的错 二龙却在承受着更大的痛苦 小刚 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这样下去你们都要痛苦终生啊 你该知道 除了你以外 二龙心中不可能再装下别的男人 我不应该留在他身边 再让他那样痛苦 小刚 你爱不爱二龙 那是自然 那好啊 我可以肯定 二龙也一直都是深爱着你的 既然如此 你们两个在精神上就已经在一起了 我可以这么说吧 你 既然 你们在精神上已经相爱了 那么 你们为什么不能在精神上结合呢 不需要名分 只需要彼此的认可 你们完全可以做一对精神上的夫妻啊 弗兰娜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很简单 你们彼此结合依旧可以成为夫妻 只是称呼上不变就是了 你们只在精神上恋爱 谁还能说什么闲话呢 这 这样真的可以吗 有什么不可以的 至少这样 你们两个都会好受很多 你们只是相亲相爱又有什么错呢 弗兰娜 你这小子为什么不早说 对老大 好像要下雨了 怎么还不来 怎么还不来啊 会来的 她一定会来的 哈 啊 哎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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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二龙 和我在一起 真的让您那么痛苦吗 上天 你为什么要如此惩罚我 为什么 母 我 我对不起你 我们 我们在一起吧 小刚 小刚 你知道我等了多久吗 多少个日夜夜 你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吗 你真的不再逃避 真的愿意和我在一起了吗 安荣 安荣 我发誓 以后再不会逃避我们的感情 虽然我们不能像正常夫妻那样 但我一定会爱你到永远 好 只要你愿意回来 什么都信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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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